大家好,今天的topic是smell and taste 经过面包店的时候,我们会闻到面包有很香的香味 其实那些面包的chemicals是经过空气传入我们的鼻里 那些chemicals进入我们的鼻,进入我们的nasal cavity 然后进入鼻的黏液,mucous 在鼻顶的位置会有一些特别的sensory cell 它感受到chemical的刺激的时候 经过nerv放出一些讯号去到我们的脑部 令到我们辨识到那种是什么味道 至于吃饭的时候,我们用的sense organ是tongue 在tongue里面会有一粒又有一粒的构组 里面是有taste bud taste bud里面就会有一些特别的sensory cell 去感受食物的味道 如果我们吃饭的话,那些chemicals会用在saliva 即是瓦液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sensory cells 它会感受我们的食物的chemical 然后经过nerv 放出一个讯号给脑部 令到我们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的味道 人们说要做出一个好吃的菜式 必须要识香味俱全 原来识香味俱全是有科学根据的 当你鼻塞的时候你会发觉 吃所有的食物好像没什么味道 原来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的舌只可以感受到五种味道 sweet sauty soil bitter umami 所以我们很多时吃东西的时候 是要smell和taste一起去运作 去产生那种食物的千变万化的味道 如果我们鼻塞的话 鼻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功能 smell用不了 只剩下taste的话 我们只能够试到的食物是属于 五种味道里面的 哪一种 于是就感受不到大部分食物的美味 每个 这夠 这个 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